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陈建老师第一题 你在什么金元场合下开始投资 我在 啊 我突然间多了一笔钱 在我的这个Deposit那边 是我爸爸给我的学费来 我就忍不住想拿去投资 因为当时候放在 欧米普川通货币里面 一年的这个利息还能到18% 但是如果我能够做到18% 我就可以 独吞我每一年的这个利息了 投资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 投资者最常犯的错误 我见到的第一就是 赚一点点就快快跑 输了之后就一直买 买越买越多 整个人家睡下去 套在一个自己都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公司里面 好 最后一题 在5月3号的企业Plus 放心商业论坛 你会分享什么内容呢 平时我跟大家聊 投资比较多 可能我这次会结婚 投资跟一些理财的东西 Banagara的这个年报 里面就指出了马来西亚的家庭债库的 物品 然后呢 当把家庭一般借钱 还钱是用在 屋子啊 车子啊 亏卡啊 收入这些方面 所以我就想到 根据我们所了解到股市里面的不同公司 不同行业的投资钱 如果每一个马来西亚人更加好的 威祸好自己每个月的现金流 用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工钱或者生意的收入 去投资一些好的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话 效果可能是好到你自己来自行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投资者所不知道的盲点 那我们在这一次5月3号的分享会上面呢 就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handling是怎么样做的 以及有什么好的行业跟公司 是我们适合这样子去用这种方法 帮你自己投资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东西了 字幕秀 这个视频 è届好啦 我们发表会aba 这个跟 fee间里面上讲 rel creates 谢谢观看 每个回合 gra他 可以浮 PLK 做完HNJM